敘利亞中部霍姆斯省一家軍事學院 週四在舉行畢業典禮時遭無人機襲擊 造成至少112人死亡、240人受傷 而在無人機襲擊現場前 敘利亞國防部長只是剛剛離開被過一劫 敘利亞國防部在聲明中表示 事件造成平民與軍事人員死亡 並提到系恐怖組織使用裝有爆炸品的 無人機發動襲擊 並誓言將以全部力量回應 這份聲明並未提及任何組織 暫時未有組織承認責任 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指 至少112人在襲擊中喪生 當中21人是平民 另外至少120人受傷 有消息人士指出 敘利亞國防部長雖出席了這場畢業典禮 但在襲擊發生前幾分鐘已離開 當局宣布 全國星期五起哀悼三天 悼念今次襲擊中遇害的平民與軍人 期間全國及駐外事館及外交機構下半期治愛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